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我是回到少女一立一的赵真 好温柔的声音 我要心酥了 然后这边呢 我收集了一些关于弹卷问题 比较关心的一些问题 会很有压力 因为也是说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节目 然后又是竞技类的 还有这么多的前辈 所以蛮紧张的 而且这个节目的赛制也特别的残酷 吉他呢 就是有在练 对就在练的当中 小拇指就是我上课 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觉得我自己摁 我已经把这个小拇指摁白了 但是他还是摁不住 然后老师每次我摁的时候 老师就把我小拇指摁住 下完上完一节课 我的小拇指就开始肿了 就是还得强化力量训练 对对对 因为我们现在是个团体嘛 然后姐姐们也很照顾我 有在之前的一年当中教会我很多的东西 然后其实有的时候我就真的很谢谢他们 因为在想如果我可能出去了 也没有人会教我这么多东西 所以其实还蛮感谢他们的 然后舞蹈方面的话呢 他们也会知道我 对也会教我 有的时候我的一些动作做的不是很优美 就会比较的突兀 然后呢他们也会都来指点我说 这个动作要怎么做会更好看 其实更多的像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家庭是吧 我没有进行过测量 因为我也不敢测量 就是怕万一矮了怎么办呢 洗澡洗得多了会缩水是吗 就是 就是不太敢去测量 就是 有的时候我也会很开心说 大家说我长高 我说我真的长高了吗 我就会到时候 哎你看我又没有长高 哎你看又没有长高 我是不是瘦了 他们都说我瘦了 实际上是很在意蛋卷们的心声是吧 对就是他们说的话 我说真的吗 我真的有瘦吗 这样子他们说久了之后我自己看 我说哎好像真的瘦了耶 感觉瘦到了宠妮 然后我就去问就去问他们 他们说 哦好像是瘦了吧 最后呢这边有一些蛋卷他们发来的一些心愿 因为我们刚刚也看过就是你的粉丝已经突破了400万了 然后蛋卷们其实想问你要一些粉丝福利的 嗯在筹杯当中 已经提上日程了吧这件事情 最后呢就是希望你能对蛋卷表个白 嗯 嗯 害羞了 多的话不说 希望你们可以跟着我一起成长 然后我们一起长高高 谢谢 有了什么 好用心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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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